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台北股市今天的走势 是完全在我们跟你规划的范围当中 这个盘其实急不得 因为上半场已经结束 是什么上半场 年底的做账 年底的赚钱行情的上半场 先告一段落 休息一下 接下来打下半场 台北股市我们讲 你现在接近年底了 这一波 你这个地方看起来是个W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很多人 不敢买拉上去 又拉了杀到这里来之后 很多你看破了前波低点之后 这个地方担心你卖掉 可是你卖错了 事实上来讲这个地方是做一个怎么样 一个多头跟空头的一个互换 好 那往上涨 涨到这里来 18034跟17633 这个下降压力线 这个趋势线压在这个地方 这很明显大家可以看到 好 那第二个 季线在这里 这也是个压力 但是季线扣底值 现在扣在这个地方 好 你有没有看见 所以未来它的扣底 只会慢慢扣下来 只要大盘在这个季线之上 不要再做跌破 你看季线位置在这里 好 那这个扣底会越来越低 也就是说 就像赛跑一样 那这条季线就会开始走平翻扬 好 那各位也知道 当翻扬的季线的时候 事实上来讲 它是具备实质支撑的 所以现在这个行情 它就是在等 在中场休息 中场休息 OTC更强 你看 大盘 17643 有没有 我昨天跟各位也讲 这个位置 我们移过来 各位看比较清楚 好 有没有看见 可是你看OTC 你看OTC是不过了 它已经过了17643 相当大盘17643位置 这个地方是大盘的 18034 历史高点 所以它过了这个景线之后 这个地方做整理很正常 所以各位你不要担心 反而你现在应该要知道一点 就是你能不能够 在下半场赚到钱 上半场已经结束了 这个没有什么了 上半场已经结束 没有什么了 亲爱的 赚钱容易吗 其实赚钱不难 其实赚钱不难 可是为什么很多人 现在在犹豫 对不对 亲爱的 那个时候阳明光杀下来的时候 没有人敢买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我说杀到投信的成本区了 那这样赶快跟上 有没有 各位 这个位置 这两个买点 这两个买点 都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这两个买点 你看到没有 投信不是买在这里吗 当然杀下来是没有杀破投信的成本 你对过来看 对不对 但是它平均成本 这个地方是一个铁板区 铁板区 铁板区 涨上去了 我说我全部获利出清 可是你如果 这个地方 才跟着人家去追 那这两天震荡 你当然觉得害怕 没有赚到钱 对不对 你这段期间买的 根本没有赚到钱 你不一定有赔 可是你赚不到 是不是 那另外一些股票 我讲 来 你看这美琪马就好 对不对 这两天美琪马 震荡很激烈 可是走完了没有 走完了没有 这是个重点 好 你手中现在有美琪马 该怎么做 当然 美琪马 大家都知道 我们高档 全部获利出清 上半场大胜 那留在场中的投资人 4721的美琪马 你怎么做 他卷支笔呢 最高档的时候 有没有 然后在这里怎么样 融资跑进来 卷支笔掉下来了 股价涨不动了 现在重点是在哪里 你能不能够在这个地方 你能不能够在这个地方 持续买 我不要讲说买到低点 有的人说 我多久前给你讲这个 讲这个没有意义 你懂我意思吗 你抱不了这么久了 当然你可以从这里买 抱到这里来 赚了更多 我知道 可是一般人做不到 你做股票是要有效率的 对不对 你不会买到最低点 那你也不见得会出到最高点 但重点是 在这个盘整过程当中 量缩你能不能够 好好把握买进 你一天买个五张 一天买个十张 对不对 你买个五天五十张 那涨上来 这个真的叫大赚 这个地方均价多少 一百二十块钱 这个地方均价一百二 一百二到一百二十五块 这个地方叫多少 一百八十二块钱 所以就是说 从这里到这里 接近六十块 五十块到六十块之间的价差 大概五六十块 那你五六十块 五六十块的价差 的的确确账面上看起来 很漂亮 你一张赚五万 可是各位想想看 第一个 你为什么赚钱的股票 你赚的不够多 你甚至买的不够多 也很可能你赚一点就跑掉 或是你买一点试试看 亲爱的观众朋友 钱怎么赚的 不是说股票 就是我告诉你这个股票 然后你就全部 在这里重压 一次 就是一次 一档股票 一个一天 你就把它买好买满 我告诉各位 那个叫天方夜谈 我讲白那个天方夜谈 不可能 真正赚大钱的 是在底部整理 接近尾声的时候 你逐次买进 因为你还要再看 在这里 这个地方看 没有破低 维持相对 相对的稳健 对不对 当然破掉 你要做停损 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 你相对稳健的情况之下 你买个五张 买个十张 买个二十张 你在这里 你的价钱是差不多的 那你看我们怎么做 十二号买进 美其码买一二三 十三号再买 买一二四 美其码 十五号再买 买一二零点五 美其码 那你都看到 都是同一组 你看到都是同一组 都是同一组 百分百 买一二三 美其码 一二三买进 十月十八号 都在这里 都在这个位阶 那买完之后 对不对 你买完之后 各位 一月十八在这里 我买了四次 我买了四次 这段期间 你就开始怎么样 你买宝了 那个时候没有人在讲 那个时候没有人在谈 没有人说 美其码 没有 完全没有 都没有 我买完之后 怎么样 十五号 对不对 这个 当天 拉涨停 有没有 后来到二十 我提醒大家 不要乱放空 对不对 你跟着我 每个人都大赚 大赚 跟着我每个人都大赚 每个人都大赚 股票买下去之后 就这样锁住 喷 喷 喷 一张不剩 卖得干干净净的 来跟我一起来 收钱 你就跟着我一起来 收钱就对了 获利卖出 我卖得一百七十三点五元 我均价在一二三 我连买四四 四四的均价在一二三 你每一次跟着我 你就算只跟一次 一次买十张就好 你赚五十万 你四四都跟 你赚两百万 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 这是一个 大家都看到的 这是一个真正怎么样 带你赚钱的 方式嘛 你四次 任何一次买都一样嘛 这次赚五十 这次赚四十九点五 这次赚五十三 这次是赚五十点五 我讲的是买价 跟卖价 不是最高 各位你看清楚 一二三到一七三 我不是用一八三 给你算 我的是真真实实的 告诉你 我连买四次 你任何一次买 两百零三点五元 千真万确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们上半场 就是因为是 这样子我们把 每起码全部获利出清 我说我贷禁一定贷出 你跟着我做下一档就对了 你跟着我做下一档就对了 好不好 其实大盘 很多股票 其实大盘 这个美琪码 我跟各位 未来会有反弹 但是 好 现在重点来了 现在重点来了吗 美琪码还能不能再买吗 好不好 美琪码我能够买四次 能够卖到相对高点 所有观众朋友 你看着我们的美琪码 不管你有没有跟着我们 赚钱入贷 你跟上下一档就对了 好不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有些股票其实压回你要懂得敢买 你真的要懂得要敢买 好 来我们来看 像这森达科 我讲延武日线上工 你做对股票 它就是标 可是很多人不敢买 为什么 总是认为说 这个量涨多了 他延武日线上工 多头格局没有破坏之前 为什么要去预设立场 所以我觉得森达科 三四九一 他被分盘交易 是不是让我认为 今天就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森达科 当然他分盘交易 我讲过 我们不会鼓励投资人 去买分盘交易的股票 但是你必须要知道 分盘交易 第一个 它是因为它是流动性的问题 五分钟一盘 或是十分钟一盘 你十分钟五分钟 你才能买卖 当然会有些限制 但是问题是 当你限制结束之后 你题材不会消失 所以低轨卫星当中 像森达科表现就很好 那再来你看 我再举个例子 二三一色的台阳 这是不是整理完毕了 所以这样是不是整理完毕了 有没有 高点下来 亮缩回测 整理 带亮 这样突破 上去两根红K 做表态 压回不破 今天再用掌停板 去做测试 去定位 这高点一定过嘛 这高点会不会过 表态一定过 高点会不会过 各位你自己想想看 这高点会不会过 对不对 他也是前一阵的亮缩 也是被分盘交易 这到底是被分盘交易 亮缩 创新高 打下来 亮缩 震荡 即将创高 今天有补量 题材不缺 元宇宙概念 宏达电 这个也是一样 20分钟一盘 这关得更彻底 对不对 关得更彻底 这亮缩 这还久 大概还有好几天 六七天以上 他就在这地方整理 对不对 微胜 有没有 延五日线 嘎空 2388 对不对 所以很多股票 其实在多头格局没有破坏之前 你要的是下次买进的机会 其实像这些股票我都跟各位讲 你不见得敢买 那等到涨上去的时候 你回过头来看 而且股票档数这么多 你看完我的节目你都忘记了 因为每天的涨停板不一样 这个金红 来 有没有 我不是跟各位讲吗 杀下来 投信在这里 你没有肉眼看 有假外资没有假投信 我都帮你把这段期间的平均价格都算出来 这段期间平均价格在这里 对不对 这个买了张数 平均价格156块钱 达着130 156大概这个地方 人家均价 这段钱均价在这里 你买在这里 你怕 你有什么好怕的 投信有6000张 那我当时跟各位讲 我说七八月赚2.3元 去年全年才赚1.74元 后来看3141金红 我讲的 有没有道理 来观众朋友你看 秋山获利 现在出来了嘛 对不对 10月22号嘛 字节财报 对不对 第三季 2.64元 前三季 6.59元 去年呢 1.74 你对照一下 我跟你讲的这些东西嘛 所以 其实股票就是 你选定一档股票 跟人家不一样的 好的买点来 我带你中压 可是很多人因为 你会犹豫 你会害怕 你130不买 你不敢买 长到140 150 160 170 180 你一定吓坏了 你一定说 老师 你都跟我讲到130了 那你199 要叫我去买 你叫我帮你抬轿 我说亲爱的观众朋友 不要有这种被害妄想症 25号的时候 我不是跟各位讲 我说准备要喷出了 我说你赶快来 你来体验 你打电话来体验 你全部买来开盘价 196块钱 你前一天25号 打电话来体验 全部在隔天 我说你就是开盘价 去买就对了 我说准备喷出 准备喷出 准备喷出 买开盘价要对了 你这个地方赚钱 赚钱赚钱 跟着我来数钞票 你当天可以自己怎么样 买完自己下台 去领多少 一张领一万三 十张领十三万 自己到后台去领钱 开玩笑的 你自己 文行的口罩来的 自己就会多了 是不是 那有的人说 老师啊 掌停板 我要不要先跑一趟 我说可以啊 没问题啊 反正你来体验 赚钱就可以了 重点是你来 你要能够有钱收嘛 跟着我快快乐乐的领钱嘛 可是 我告诉你不够啊 小心 搭空 有没有 到231 我获利出半数 我也告诉你 公开跟你讲 我说赶快跟上下一档 有没有 我半数继续赚 你喷到237 看见没有 涨不动了 全部汇利入带 就这么简单 所有人全部大赚 大赚 大赚 连来体验的都大赚 我跟各位讲 我持股一定集中 带进一定带出啊 所以上半场 我说我们大获全胜啊 有没有 那我也跟各位 你不要去追掌停板 你要让掌停板来追你嘛 你说老师 我怎么能够做到像你这样子 很简单 第一个 追高输一半 尤其像现在这个中场啊 现在上半场 刚刚结束嘛 现在算是中场休息时间嘛 这个中场休息时间 你乱追乱闹的 我跟各位讲啊 你不容易赚钱啊 那很多人不相信 老师你真的是这么厉害吗 来 21号买顺德 我说跟人家不一样 我逢黑买 平盘下面买 对不对 我跟人家不一样嘛 我不但不追高 而且我带你怎么样 滴滴的买 顶骨基 28号 顶骨基 顺德 准备过高 赶快再买 赶快再买 要喷出去了 压不住了 赶快再买 那买完 我在坐在这里 我跟各位讲 我把那个遮住 我把那个遮住 遮住的原因是怎么样 你如果真的之前 你来验证都错过了 我说你想赚钱的 你就赶快来 不然我打开给你 你还会犹豫 老师啊 这个 你是不是叫我帮你们 叫我电视观众 帮你客户抬轿啊 你都买好买满了 所以我叫你赶快来 赶快来 跟着我们一起来收钱 对不对 所以那你打电话来了 我是不是跟你有来电体验 有没有 当天 当天啊 小掌啊 我说准备嘎空 中价准备嘎空 来电体验 你打来的 28号当天打来 你29号 我是不是叫你 来买开盘价154 你当天怎么样 12块钱 你要当充了 下去领钱 10张12万下去领钱 你不要了 跟着我 你不要当充 跟着我 你赚更多 嘎空 涨不动了 获利入贷 就这么简单嘛 钱怎么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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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钱怎么赚的 跟各位讲 一些股票就是这样子嘛 支支锁 买什么锁什么嘛 买什么锁什么嘛 每起码顺得进洪之后了 对不对 这股票我都公开 跟各位讲 那已经全部大赚获利入贷 放在口袋里面了嘛 每起码也好 顺德也好 金鸿也好 那这些股票 之后呢 这张股票接下来下半场 就是要买了嘛 就这么简单嘛 对不对 来 这个同心电也不错了 车用CIS原件 产能满载了 所以这股票 你看627同心电 他合并的胜利嘛 5块1毛7 上半年赚6块2毛1 上半年6块2毛1 像不像那个顺德 对不对 一百万轻轻松松的跟着我订过去 好不好 其实真正的重点 我跟各位讲 你跟着我赚钱 轻轻松松的 好不好 每起码顺德金鸿 不但买好买满 而且买什么 涨什么 锁什么 完全没有悬念 那现在大货全盛 我准备要下一档 所以前面没有跟到 没有关系 你就跟上下一档操作就好 好不好 你前面都没有跟到 没有关系 你跟着下一档操作就好 来 利用今天 今天不错 不错的行情 来 跟着我们资资所标股班 买什么 锁什么 买好买满 祝大家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